把魚苑起骨灰捧在胸口 丈夫Gary神情哀戚 一滴於香圈拿鮮花十字架 選最好的風景地 让魚苑起常眠 应该是他会 二姐会蛮喜欢的地方 他生前就有讲过 是希望他可以跟他的狗狗 放在一起 狗狗的骨灰我带来 把他妈因为今天不方便送 所以我们明天会早时间再来一趟 枯到双眼红肿 于天李亚平痛失爱女 走入海底靠人搀扶 于天在脸书po出一家五口的合照 受与怨起无病无痛 美丽身影留在大家心中 亲爱的二姐 我们大家 都好想你 不知道这几天 你在天上 都在做些什么 弟弟每天晚上 都好想弄到你 弟弟答应你的事 一定会做到 谢谢你今生成为我的姐姐 下辈子 我们一定还要再当一家人 我们大家都好爱你 这辈子姐弟缘分前 约定下辈子再当家人 自从于怨起哀事 于湘全单起重任 处理身后事 说二姐永远是 于家的骄傲 爱唱歌的于怨起 陈欣妈妈李亚平的好歌喉 人缘好的他 演艺圈好友许孝顺 nono都来相送 从小看他长大的 黄西田也很不舍 他是一个很乖很乖的 算是就好像我女儿一样 那个时候他很喜欢唱歌 真的很不舍他来离开 运运期待给身边 至亲好友美好回忆 39年的人生落幕 精彩光芒留在爱他的人心中 体育院新闻龙上张 启云S小组台北金融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